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種震撼是否仍然沒想到 人禍可以是這麼恐怖 所以這次還有機會來 其實我只顧著那群小朋友 我很想看他們的成長 很小的基督徒關懷差會 一直在柬埔寨都幫助很多赤藤的居民 和一些沒有書讀的小朋友 所以我這次很想來到柬埔寨 看看柬埔寨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可以告訴大家 我想體驗一下 這裡人民的生活情況 因為都有看一些紀錄片 覺得柬埔寨這個地方是負面為多的 例如疾病、戰爭、仇恨 是很窮的 很多事情都缺乏不夠 參加這個拍攝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我不知道我們能力可以做多少 但希望我們可以幫到他多一件事 至少在他的同盟裡 他可以感受到人間有愛 這次我找到我的好朋友黎諾爾 聯同兩位來自香港匯基酸的中三同學 再次來到柬埔寨 希望他能夠知道自己的幸福 也都知道自己所有的機會 希望他懂得珍惜 眼前的事不是必然的 我希望給他們和觀眾知道 當地生活在富裕繁榮的香港同時 在世界其他的角落裡 其實還有很多人 仍然生活在赤貧之下 每天為了生存而掙扎 其實他們都需要我們的愛、幫忙和關懷 今天看來很平靜的柬埔寨 在不是很遠的三十多年前 就有過一段非常黑暗的時代 1975年 以波爾布特為首的赤簡軍 發動軍事政變 趕走了當時腐敗的政府 但是 他們為了鞏固政權 隨即就展開了一場 長達四年的冷血大屠殺 這裏是三十多年前的S21監獄 當年是由一間學校改建而成的 很多無辜的人 就在這裏 被冷血的赤簡軍 虐待致死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借助一些曾經為前政府服務過 和反赤簡的人士 到後來 就連紫色分子 甚至是一些平民百姓都不放過 你看他的眼睛 你會覺得 我做了些甚麼 我為甚麼要這樣 我看了這張照片 你會不會這樣做 一個小朋友 我覺得是小孩子 他們做過甚麼 為甚麼出生 要受這些苦惱 但是你心目中 S21有否想過是甚麼地方 黑曬了 完全無法看到外面的環境是怎樣 給我的感覺 是這裏黑很多 就是 你的自由就這樣無了 我想不到人 怎樣可以在這裏生存 直至他死的那一刻都要在這裏生無盡 如果一個人就是在裏面這樣看出來 我想他被困住了幾年 不知道什麼叫笑 去廁所的地方一瓶水 就在這裏過活 可能是一年兩年 如果有些木頭被陷入 你會看到旁邊那個 你就會想到 下一個可能是自己 就會有創良的作用 而你只看這些東西 都想像到當時他們的畫面上 他們這樣抱負 我看著現在姦夫寨的小孩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可憐 可憐在他們大人已經沒有了大家的信物 大人的心志是不健康的時候 他怎樣教下一代 那個禍害一直延續下一代 不是一代的 你說的下一代做下一代都是這樣 所以教人很厲害 你要教懂什麼叫我 教懂怎樣可以改變自己 不用一定繼續有這種情況 真是生存 全金邊市有三百多座萬人寵 最大的一座就是這裡 當年 一車車無辜的簡報紮人 就被帶來這個叫 Killing Field 的亂撞崗 你現在來到 看到裡面的富豪骨頭 就在這裡刮出來 其實還有很多是沒有刮出來 現在只不過刮了一部分 全部都是骨頭 因為太多了 我們根本不可以全部刮出來 有些真的被我們踩到 這裡 這個繼續一直保持著 全部都是白色的 我上次來 無端的逛逛 還看到一兩隻牙 掉了出來 你不要以為這些是樹 這些都是人的骨 你有沒有想過 人命就是這樣 現在很平 很實正 但其實下面 就是用其他人的骨 去刮出來 它變成現在好像是一個旅遊點 這個 這個大一點 要不然很緊 你的手能否提起 很吵 你能否提起雙腳 能否提起雙腳 真的沒辦法動 當時這群尺簡軍殺人 去到一個程度 連子彈也不夠 隨手拿起一些鋒利的葵樹樹葉 再用來做殺人的武器 你有沒有看到 有些好像狗阿邊的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 你現在看到這個坑 是專門 就是一些媽媽 和一些小朋友在裡面 發掘出來的屍體 全部都是沒有衣服 你可想而知 當時是多麼受到屈辱 他們當時是怎樣殺小朋友 我們眼前這一棵樹 就是當時殺小朋友 那是當時怎樣殺 就是抱著小朋友 拿著頭 這樣撞在樹上 硬撞爆他的頭 紅了這顆 其實不是一棵樹的顏色 而是血的顏色 在小朋友撞上去之後 爆了頭 血就滲到樹裡面 所以黑了出來 他媽媽在跟他在一起 所以媽媽在看著他 媽媽在看著那個小朋友 他自己的小朋友在病殺 那些兇手都是跟你第一歲數一樣 就是十幾歲的時候 就在這裡殺近幾歲的小朋友 時至今天 相信每一個家庭裡面 都至少有一個親人 因為這一段歷史而死去 而這一段恐怖的歷史帶來的禍害 更加沒有被時間沖洗 經過了三十年的內戰 柬埔寨無論在經濟上 或者社會結構上 都受到嚴重的傷害 令本來氣候疑人 土地肥屋的柬埔寨 變成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柬埔寨全國人口超過一千四百萬 大部分仍然會在赤貧之下 居住環境惡劣 三餐不計 缺乏衛生和醫護的常識 所以疾病對他們來說 可以是一個很大的詛咒 好噓 好噓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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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曾经患过 眼有雪有问题的 眼睛是看不到的,很忙 一人都会看到两人 但是他所知,在这条村中 有多些情况的白白? 白白? 白白? 七、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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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算,密度很高 最后,为什么他会痊愈呢? 如果大家知道学生ITY absolutamente花牙 七、八个 十年,巴安 我沒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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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看不到的 現在是看起來 現在是舒服很多 之前覺得去哪裡都不方便 對眼就舒服 怎麼樣?Vivian 你會不會在身邊 有一個人是有這樣的生活 喂? 他們那裡不是床 只是用木條搭出來 它是有一個價位停的地方 就是這樣放在那裡 但我在想打風下雨的時候 情況很危險 很不自在 所以我覺得 起碼不會流水 但這裡看到很多房子 都是有這個問題 雖然我們暫時來說 是幫不到去做些什麼 但是可能我們來到 送上一句祝福 對他們來說已經很開心 起碼有人探她 跟她聊天 剛才知道她是沒有什麼朋友 現在他們其實已經拿到這份愛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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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村民 因為沒有接受過教育 而缺乏一些基本的衛生常識 導致很多疾病的出現 其實這些問題是可以避免的 事不宜遲 快打電話來 1888-4054-422 或者捐款來這個戶口 而柬埔寨的醫療制度 非常之不完善 加上一尺檢統治的年代 他們收入了很多知識分子 當中 就包括了很多醫療的專才 現在只剩下一些來自中國和外國的醫生 要看這些醫生 單單是診金就要30元美金 對於這些貧苦大眾 有病看醫生 就變成了一件奢侈 甚至乎是不可能的事 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 在2007年8月 開辦了綜合醫療診所 由差會全資聘請當地醫生和護士 免費向貧苦的病人提供醫療服務 照顧受傷和一些患病 而有沒錢看醫生的病人 同時也教他們一些基本的衛生常識 在香港有病看醫生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對於柬埔寨赤貧居民來說 就變得很困難 而你捐出的一分一號 在幫助關懷差會所設立的診所 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以及增設更多醫療設備 照顧更多有需要的人 快點打電話來 1888-4054-422 或者捐款到這個戶口 再見 謝謝 而為了照顧一些 住在偏遠地方的病人 警察會更加添置了一部流動醫療車 每星期安排醫療短宣隊 去不同的貧窮村落移診 照顧更多有需要的人 因為這裡的環境 很多時候有很多婦女病 他們不知道是婦女病 亦都不敢說 因為個人衛生問題 他們不清楚 那個衛生環境要怎樣去保持 那就會有很多婦女病 皮膚病出現 最好看 他可能是裡面發了一些 還有一些爐 如果他會摔一些爐 出來的 他會摔一些爐 有很多的爐 不知用了去哪 有試過捐錢會想到去哪 例如我捐一千元 究竟去了哪 買了些甚麼 很多人都會懷疑捐了錢 幫不幫到他們 但到你實質來到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錢不是不見了 除了這條村之外 在柬埔寨 還有更多這些村落 當中有很多人都需要醫療輔助 而你們的捐款 可以直接幫助這些人 請打電話來 1888 4054 422 或者捐款來這個戶口 給一個希望他們 今天大部分的柬埔寨人 仍然會在赤貧之下 縱使有肥沃的土地 因為在內戰期間 避迷下超過800萬個地雷 都被迫荒廢 這些貧窮的村落 到處都有 小朋友 沒有衣服穿 沒有鞋穿 沒有大人的關懷 更加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十媽就是 連同她 有13個兄弟姊妹 連同爸爸媽媽 一共15個人 就是住在 我們現在身後見到 這裡 我想12呎 乘6呎 一架貨汽車大一點 你想想 15個人 住在這裡 簡直到 我現在眼見 只有這麼大的地方 一個棚 一個棚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因為不夠住 晚上就打地鋪 在這裡 那就是分地下 分地下 你想想地下 現在看到很多垃圾 很多玻璃 很多烏鷹 環境其實是差的 那這裡不用錢嗎 要的 這裡是每個月 美金7元 租回來 而且我知道 十媽還有姐姐 她因為患了精神病 所以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十媽要收拾垃圾 去幫補家計 我想問十媽 她讀書多久 五年 五年 那有多少兄弟姊妹 有書讀書 我幫她問 四個 四個在讀書 就是連四個 這裡也有九個沒有書 有沒有想過 讀書後 你將來想做些什麼 為什麼要做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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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醫生 醫生多於病人 幫助家人有需要 有適合醫生 幫助爸爸帶來看 如果被她選擇 她會不會想不想 想撿垃圾 對 不喜歡 不喜歡 我看十媽的身形 就是六七歲 六七歲 一個小學生 但十三歲香港是讀中學 其實我知道在柬埔寨 有很多青年 看起來都是比真實年齡 小很多 因為他們不夠營養 所以導致他們的髮肉 是不健全的 所以你想想 十三歲的時候 就像一個小孩一樣 那兄弟姊妹 都要收拾垃圾嗎 都要收拾 一起去 不過我們問問媽媽 想不想她兒子 收拾垃圾 還是想她兒子讀書 我媽媽 媽媽 要收拾垃圾 讓她兒子出來讀書 她要收拾小妹妹 甚麼呀 她 做她兒子 拍照 她兒子 乘客 她兒子 過了我她兒子 就買媽媽 那媽媽 對神望 有期望 上去大過之後 是怎樣的 看起來 還可以玩 媽媽 你去做了 和讓你能夠有好的前途 其實今年的市場距離不是太遠 就等於垃圾山其實就在市場旁邊 但我想他們人生到現在為止 他們只是最遠的地方 接觸的就是垃圾山這個世界 我希望10米讀完書之後 他的世界不是太小 對很多村民來說 要應付一日三親也不簡單 如果你們有病的話 會令你們生活百上加根 請打電話來 1888-4054-422 或者捐款到這個戶口 你們的捐款可以為 帶來一些醫療的服務 減少他們生活的負擔 這裡是柬埔寨首都金邊市裡面的垃圾山 這裡範圍很大 而且真的很醜 但是這裡每天竟然有二萬人在這裡執垃圾 維持生計 金邊本來都不是一個富庶的城市 根本不可能會有一些值錢的垃圾 他們只是靠收集一些玻璃瓶 鐵罐 鋁罐 膠袋 然後賣給回收箱 賺取好微薄的金錢 而在這些人裡面 我們竟然見到很多 都是一些十歲都不夠的小朋友 怎麼樣 覺得怎麼樣 地道 真的很大範圍 這裡 真的很震動 真的很震動 範圍大 是不要緊 但是你想想一群人在這裡生活 他們就是住在這裡 住在這裡 吃飯就在這裡 是整家人的 他們不是說 一個人半個人住一會兒 就是直接在這裡吃飯 長期住在這裡生存 你想想 如果你們自己住一個星期 會怎樣 Pivian 覺得怎樣 剛才一下車的時候 覺得很難受 胃傷是很惡劣 你剛才看到後面 很多小朋友其實是沒有穿鞋的 對 你想想沒有穿鞋 在裡面的垃圾裡走來走去 有玻璃碎 而且我剛剛知道 原來有很多針筒在裡面 你想想針筒其實有很多細菌 你想想他們在這麼惡劣的環境裡生存 你們會怎樣 他們每天收拾垃圾 大約就可以找到一元美金一日 他們這麼辛苦 才能找到一元美金 拾媽一家人的生計 就靠爸爸和一些年紀較大的兄弟 包括拾媽 以輪班替換的方式 去收拾垃圾為此 其實我覺得原來是給錢 我覺得是應該由教育開始做戲 就是你寧願給他機會讀書 所以他不用再來收拾垃圾 起碼他有知識 他大約可以有機會去工作 但其實他也想讀書 但問題是他來收拾垃圾的時間 如果他可以來讀書 那就沒有人收拾垃圾 所以星期日我們就放假 但他就離開工 因為他星期一至六 已經是家人肯讓他上班 所以如果他再不來收拾垃圾 他不可以幫其他人收拾 所以他就要回來收拾垃圾 五年班要幫補家 真的很難相信 我們五年班仍然在… 在玩耍 對,很多人在眉色 但他要開始幫家賺錢 但我們暫時能力上有限 我們暫時才不能幫到多少 唯一可以做的是 希望能給他讀書 讓他將來的生活都會好 現在的垃圾很乾 但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待會去到那裡 真的搶食的地方 我提醒你們要小心一點 因為車子會退後走 他會倒垃圾便會退後 他倒垃圾的時候 他會不看你 所以為何會有這麼多小孩 會沒了手沒了腳 就是因為他們要欠垃圾 欠垃圾 因為… 他撿得慢 垃圾不夠新鮮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東西 他就找不到 所以為了搶的時候 越近車就越著手 這些就是我所說的 開始是新鮮垃圾 你看到他們是不肥的 他就這樣堆 然後就往後、往前、往後 要用新鮮這個字來 在我們眼中 垃圾已經完全不值錢 因為沒有了 但我失去了 沒所謂 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 就是在這裡 他們是要搶 剛剛運過來的 所以他們要去賣 看到我們的生活 跟他們的生活 有很大的對比 他們可以的 排鑽 可以把人知道 creen 但貴在眼封 店裡 那麼視頻 是3個 其他人 西方 是 …… 在不需要上學的時間 依然要翻上垃圾 找垃圾幫補加計的 你們的捐款可以令他們可以在這裡 很安心地讀書 你事不宜遲,快點電話來 1888-4054-422 或者捐款來這個戶口 你們可以幫到他們的 這次是我第一次來到垃圾山 其實在電視上看過很多次 但是這次來到之後 原來那種震撼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做人應該是這樣的 做人不應該在絕望裡面生存 這裡的父母是不懂得愛這件事的 他們會把自己的小孩生長出來 儘量做一個找食工具 會叫他們去找東西吃 因為他們本身都沒有受過教育 他們不明白怎樣叫做照顧一個小孩 他們覺得小孩生長出來 我不管你吃什麼 中間你去幫我找東西吃 甚至乎有些女兒 可能小時候就買去做初忌 小孩就出來收拾垃圾 學習就不可以回家 所以我看到警察會為了他們 他們直接要去做家族會敲門 我知道他們是跟父母說 你有五個子女 你給他們兩個讀書也好 你給他們兩個讀書 有三個幫你賺錢 至少有兩個有能力的 又令到另外幾個環境好一點 我覺得這就是來自教育 我們應該是給他們一個希望 還有可以去讀書、學習 這才是真真正的希望 如果他們長期一直在 為了一元美金在這裡生存的話 其實不會幫到他們 不會改善到任何東西 我們應該盡快地去幫他們 脫離這麼差的環境 我看到Vivian和Ci姐 剛才看到有些人在地下收拾食物 她會覺得很大的反應就是 你平時留下一些飯給我吃 有時她也未必會吃的時候 但沒想到我扔掉不要的東西 你們會當真步打開收拾食物 還要不知道是幾天前 她們會覺得不會吃的 是一定不會吃落土的 這些是我們在香港的小孩子 不會知道的 剛才他們問徒說廁所 沒有的 我說這裡 別打算找廁所 這裡就是廁所 因為他們不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要找一個板 找一個房間給自己 才去洗手間 他們脫下褲子就去 所以他們說尊嚴 有得吃才再說 這裡有很多小朋友的父母 都是以撿垃圾為生 如果我們不去幫他們 那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 都是會以撿垃圾為生 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希望 一個重拾人性尊嚴的希望 無論家裡環境 多麼惡劣也好 每一個小朋友都應該接受教的機會 為了可以改變他們未來的生活 請打電話來 1888-4054-422 或者捐款到這個戶口 就可以給一個希望他們 在金邊的垃圾山村 開辦了柬埔寨第一間的貧能小學 以馬來尼小學 這就是以馬來尼小學 以前是一間閉截了一間鋁鐵廠 政府幾年前就給我們做學校 我們就將它改裝了 做了現在的小學 地權就不是我們 而是政府 所以我們裡面的設施 都是一些不公平的東西 只不過是我們選了幾間課室 直到我們在後面 我們新的校舍建好之後 那些學生就會搬過去 這間學校開了多久 現在開了四年 所以現在裡面有六個班 就看到有些小孩子要坐出來 因為那些現身的班 已經不夠坐 他們就坐到出來 會用一些平空隔離就算數 現在裡面有多少個 是垃圾山回來的小朋友呢 其實以前 他們全部都是垃圾山的小孩子 但因為可能環境改變 有書讀 那些父母也都看重了讀書 現在大約還有三十個小孩子 星期六星期日都還要收拾 因為我們裡面的學校 所以家長也很樂意送他們 其實都很簡陋而已 是啊 這裡已經好了 以前天花又爛了 地下就有很多大小便 那我想問 如果鐵皮的那些 下雨怕不怕漏水的那些 現在裡面下雨的時候 那些小孩子要坐在一旁 就是你兩顆想要環境 然後我在這裡讀書 旁邊有一個樓梯 又等於又等於 所以因為有機會讀書 這幫小孩子 比其他的小孩子 會更認真 而且很珍惜他們 有一個機會 Good morning, Mr. Good morning 我們這裡全部的校服 所有東西都是靠導賞給他們 因為柬埔寨人 他們去到中學才有英文 但是我們特地請外國人 來教他們英文 所以一年級開始已經開始讀書 中學之後他們會怎樣 去哪裏 中學之後我們會有兩個童名 如果讀得成績好那一班 我們會讓他們 我們博士學校的同學 就是有學生給他們讀書 有些就是 譬如他們不是很想讀書 我們有一個肢業訓練中心 就教他們這些肢業技能 Good morning, Mr. 我記得我上次來到 都在聊聊天 我記得有個小女兒 我站在面前跟她聊天 她這樣 撥開我 因為我遮住她看一看 她說你不要妨礙我 你不要妨礙我上課 對 我那一刻也挺尷尬 中文是這樣的 中文 即是他們的中文是國語嗎 國語 這個我認識 拼音 你真的認識我很害怕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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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 這個我認識 魚臉 蘋果 我們兩個在國語 應該坐在最後一個行 那個是你 你坐在那邊 拿給你 不打擾 謝謝老師 老師再見 來吃 來吃 為甚麼要學國語呢 因為這裡有很多一些廠商 台灣 大陸 他們很需要花園 可能對於第二次來找工作 很不容易 這一班很安靜 我們很安靜 他們很嚴肅 我們很緊張 我記得去年我探訪的 一個高材商 去年是一間學校的高材商 他現在正在讀五年班 所以現在學校已經讀了五年 如果他的成績好 繼續可以升上去 警察會在創辦的國小學校 他可以帶我畢業來 我知道 薩蘭其實在家裡有很多家人 其實可以讀書的 只有他一個 待會他說他會帶我去 他家看看有甚麼環境 你好 你好 這個就是薩蘭的媽媽 媽媽 他爸爸就坐在裡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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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裡整張床 就是全家人的地方 我想問薩蘭 家裡有多少人 薩蘭的媽媽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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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 五個 其實你喜不喜歡上學? 我喜歡 你喜歡 你喜歡 但是去上學之前 有去過垃圾三十、垃圾嗎 沒有 有 有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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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垃圾三能夠賺錢 能夠買一些書 來給媽媽 覺得垃圾三是怎樣的? 我喜歡 她說很差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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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很難 你有沒有想過 將來想做甚麼? 做一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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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是不是現在 我很想做 你有沒有想做一個老師 我 做夢園 做夢園 還能夠教我 我自己的書 因為這對老師 能夠照顧 很多的人 那她想做老師 有沒有一個實習課程 有沒有教她小妹妹 一些學後學回來的東西 好嗎 我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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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嗎 我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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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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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其實有時候 我們可能給到一個小朋友讀書 其實可能都幫多了幾個小朋友 至少她沒有能力 全職上學的話 她姐姐也會將一些她懂的知識 教給她們 我又想問一下她爸爸 要她的女兒去撿垃圾 其實她也心痛 她說她也不想她 不想她的女兒在做垃圾不辛苦 休息了 為了家庭的需要 要逼成她這樣做 我們有個新校子 可不可以問她 她知道可不可以帶我們去嗎 她帶我們去一個新校子 但其實這個新校子是還沒建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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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正在打地機 我想接下來應該會很快 怎麼樣 看到新校舍快要建好 感覺怎麼樣 你看看 你這三十塊 在這裡有什麼東西 還沒想到,買這些東西 很開心 這個新校舍如果建好之後 是有十六間貨室的 比起現在的舊校 只得六間貨室會大很多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在垃圾山的小孩子 會多了很多小孩子可以有雪毒 因為之前地方有限 收容的學生不多 現在會多了很多 十六班房 警察會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受惠 得到一些商業機構的贊助 現在已經開始動工 擴建校園 希望可以照顧更多貧苦沒有書讀的小朋友 但是 經費仍然在籌污當中 每一個小朋友都希望有讀書的機會 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 就在身後興建一間新的校舍 為垃圾山的小朋友 帶來更多讀書的機會 帶經費在籌污當中 其實你都是出分力的 快打電話來 1888-4054-422 或者捐款到這個戶口 很多人以為柬埔寨的黑暗時代 已經隨著赤柬下台而完結 但是原來禍害是一代一代地蔓延到今日 其實柬埔寨文盲的人都很多 都有五成的人是文盲 只有五成 因為他們一般來說 他們都沒有能讀書 他們靠努力維生 所以因為上學要付錢 所以他們很多父母都不能送他們上學 寧願出來幫補假計 那那些父母呢 他們又去了哪裡 這個比較奇怪 反而很多父母是不做事的 是等兒子去賺錢給他們 原因就是父母在小時候 都是這樣七、八歲 被老爸餓出來做事 到他可能二、三十歲 兒子都差不多年紀 就養回去斷頭 有時候這些小朋友賺不到錢 怕被父母打 就不敢回家 寧願露宿街頭 那他們睡在哪裡呢 有時候他們就睡在這些牆邊 這裡可能就在家 我試過問那個小朋友 他八歲 我問他你晚上睡在哪裡 他就告訴他 你從那裡了 就睡在樹底下 或者石頭邊就去家 就是在家裡 又沒有三長 你和師父 對於這群流離失塞的街頭 他們不僅需要物質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給他們一個溫暖的成長環境 請打電話來 1888-4054-422 或者存款到這個戶口 你都可以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 一般他們的街童都會做幾件事 就像這樣 在這裡就黑錢 就黑錢 我覺得上次來 還有一些小孩子 是沒有穿衣服 跳到沿河 是很不理自己的安全 這條叫洞里沙河 那些小孩子就在玩水 街頭就是流連也去玩的地方 有些住在艇上 都會有 那這些做甚麼呢 就是他們撿了那些制製的東西 然後有用的東西拿出來買 其實每一年 他們都有幾個小孩子在那裡浸死 因為這條河其實是很急的 少許它撞到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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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如果雨季的時候 是應該會更加恐怖的 如果雨季 他最深的時候可以浸對岸 剛才那個小孩子 他看到有人在地上扔了一塊椰子 他撿上來就吃 撿上去 這些這些街童就是這樣 他們就隨地撿一些椰子 撿到甚麼就是他的 他就拿來吃拿去買 他甚麼都不吃 他覺得他出生應該就是這樣 這個習慣是這樣 你看到他的肚子特別大一點 有蟲 再加上他的頭髮這麼甘 就因為他營養不良 我經常都覺得 這裏的小孩子要承擔很多 連大人都承擔不到的東西 有些爸爸 你看到他是不出去做事的 就要個七歲八歲 那些九歲的小孩子來養他 那你會看到很多這種情形 但其實街童不是靜止旺區 其實整個簡覆寨 金邊線都周圍 如果一些非正式統計 大約有二萬到三萬個街童 在不同的地方裏面去行黑 或者去賺錢 那你有時見到黃昏的時候 特別多些街童就會在那些 十字路口那裏 等車停下來 你都見過 噢是呀 敲你的槍 問你拿錢 這樣都會有 譬如金邊的治安會差了 就是因為那些十二三歲 走去做街童的 可能過了幾年之後 變了十六七歲 他做了街童了 就可能會去偷東西 去搶東西 那你可以想像這班人 將來結婚 他生出來的子女 都是一樣的循環 所以我們的工作 就是盡量在他最關鍵的時候 去幫幫他 讓他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是吧 什麼名字呢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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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名字呢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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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今年幾歲 那個月晚 十一歲 十一歲 真的怎麼看通 好像十一歲 但是他媽媽給他讀書 那為什麼還要出來 做街童 我跟他媽媽說 因為他很開心 今天是請假 今天請假出來嗎 是 出來客簽 因為 青貓送很多東西 是 出來客簽 其實本來有很多人 又有很多人 又有很多人 每個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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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 都是出來客簽 然後就可以拍攝 是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幫到這些小孩子 比如剛才說給個機會去 我經常都覺得 小孩子不是蠢 他們是窮 他們沒有機會 他們都可以有理想 只不過是一個環境 令到他們 要逼他們出來 這樣的過活 其實可以不用是這樣 比如我們只有一小小的幫助 對於他們來說 就可以在生命上的改變 我們現在機構 就在服侍著 差不多一千個小孩子 就在不同層面幫他們 如果在院舍 或者在學校裏面 就大約有 有二百幾個 這樣的小孩子 在幫他們 其實他們的父母不是不認識他 但是他又要他們做這些事 我想做的父母也很想 他希望他只能專心讀書 不用出來 對嗎 我只能專心讀書 對父母也很認識他 他們都很想來 出來黑錢 有沒有錢的東西 對嗎 好嗎 其實對著一群流離失色的街童 我們不僅要給物質上的支援他們 最重要的就是給他們一個 溫暖的成長環境 快打電話來 1888-4054-422 或者捐款到這個戶口 禮賢之家 在2006年4月8日成立 這所距離金邊市 大概一個小時車程的學校 專門收容一些 五至十歲的街童 提供免費寄宿形式的教育 傳聞沒有電的 這幾條村子是沒有水沒有電的 所以要自己買發電機來發電 自己打水井來抽水 但我想問禮賢之家那些小孩 是甚麼情況真的會進入你 那我們就叫做外展隊 我們就會接觸街童 跟他們開組 或者去做一些活動 總是要集中棄 而且都要得到他們的監護人同意 那我們就帶他們到禮賢之家 去生活 這裡就是他們上課的地方 總共有三個地方上課 這個就是一個 正確就是一個 由於禮賢之家的服務對象 主要是街童 他們習慣了街頭的生活 所以初初進來的小朋友 都會有一些紀律的問題 例如打架、爭野等等 待到久了、接受教育之後 他們慢慢就會變回天真活潑 有紀律、有愛心的小朋友 根本他們沒有機會讀書 他們一出生就被爸爸、媽媽、親人 出去留心、賺錢 他們來到這裡之後 會給其他人更加珍惜 因為他們很不想回家 以前的那個環境都會變成 怎麼了 歡迎 這個就是女生宿舍 是 在女生 即是你兩個不能進來 你也不能進來 我是女生 對一個街童來說 有一張床已經是一件… 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因為自己的櫃子、自己的書 現在是住在這裡 現在住在這裡 對,住在這裡附近 是不是有… 很漂亮 有很漂亮的地方 有… 覺得很漂亮 有山、有雲 原來以前沒有選擇 現在有選擇什麼顏色 我選擇如何佈置我的床 其實是個空間 我每個人都需要一次幾個空間 以前我想他不會有 不知道他多問我 有時候我作為大人都很害怕 有時候我記得在車子的年輕人走過來 孝心 究竟給他還是不給他 但我會覺得給又好像 縱容他的家長會繼續覺得 這樣賺到錢你就會給他 但你不讓他看著小孩子 要覺得為何小孩子要有這樣的生活 為何小孩子要做這些事 我們的大人都會知道 開口問人拿東西 就是會覺得雖然不好的都給 但會知道你越給他 就越沒有機會有自己的世界 所以為何你們來到 他們這麼喜歡跟他們玩 就因為他們沒有愛 他們從來都沒有人觸碰他們 去看他們 抱他們 他們看到外國人的照片 他們抱著你 他們覺得有一個愛的感覺 這種感覺是 是別人給不到他們的 這個遊戲 當然是寫電話交換來的 我都是輸了 他們真的很快 你看到 他們不捨得穿 不捨得穿的 他們在外面玩的時候 通常都是踢拖 為什麼不捨得穿鞋 因為有雙鞋是很難得的 但對於他們來說 只要穿一雙鞋 不要懶懶的 都不要 你家裡也不知道有多少雙鞋 但對於他們來說 一雙鞋已經是一雙很大的好物 有個感覺是沒有 還開心 因為他們如此活潑 其實你看不出他們背景 其實就是這樣 他們在這裡 他們很開心 他們 好 熱身 熱身 你看他不像街童 對,不像街童 你可以對比你去蓮花村 或者在街上看到小孩子 黑錢那些 為什麼這麼大的改變呢 就是因為有人幫他們 他們其實不是不想他學好 或者不想他生活得好 只不過是沒有機會 你們兩個在香港 不是習慣嗎 到現在這裡 你去疼人 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大開心給他們 其實自己的W更多 你看到他們笑 是因為你的行動 而令他們開心 我覺得你會很有滿足感 我們一個小小的微笑 他們已經是很開心 看到他們的樣子 那我同時間可以帶到 這份歡樂給他們 我想是比我開心 比我被人去愛惜 有點頭暈了 因為這位小朋友太過熱情了 而且很親切 好像當我是一個親人 吃飯 他們現在準備吃飯了 但他們很有秩序 很開心 好看喔 不喜歡 因為我去過禮言之家 他們是分別到的 其實他們玩都是開心的 但他們不是開心的 但他們開心的笑 是很無可奈何無可奈何 無得選擇之下 這樣也要笑嗎 難道不笑嗎 然後繼續做起這種多小生命 但到禮言之家 這時候 他們的小朋友 那種開心 是有種開心 是無可奈何之下 我心裡覺得你們來探望我很開心 我又可以把我的愛跟你分享 分給你們 就等於有時是他們照顧我 有時我也會想 原來應該是小孩好像我們來 是他們一開心我們 是讓我看到原來他們的生命可以改變 我也可以出一分力 他給了一些很開心的感受 我覺得我們人到這麼大 其實他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我身邊的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劍腮 今年十二歲的 他是禮言之家的一分子 因為其實在生完天才之後 他爸爸出去了玩 染上了愛知病 導致他媽媽對下的小妹妹都有愛知病 唯獨是他一個沒有愛知病 因為他沒有愛知病 所以他的生活都是靠他衛生 做了個街頭去拍攝 他媽媽覺得不上他的生活 所以就送了來禮言之家 他乖乖乖乖乖乖 也不客氣 他只有女孩 他都會呻繃的 但是我是 metaphor 如果你有派人 你算你來兩個 né 有時候一個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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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 Ges 你喜歡做什麼 你好 我去找一次去收拾 和在家裡煮飯 給我一些美食 你大過之後說了什麼 建議書 想做公安 想要好好珍惜堅持 給你讀書 甚至更容易 有沒有想過將來實說 醫生 醫生做醫生 怎麼選的 真的是你 因為如果長大了做醫生 可以找到錢 就拿回去給我 可以養 你跟他說要用心去讀書 你去找他照顏面 OK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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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之前去了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令我不開心 很舒服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覺得是不公平的 人不應該這樣 大家來到禮營之街之後 一進門口 每一個小朋友都是笑很開心 還敢住我 我看到他們 即是在他們面上 我看到一種希望 我們去幫他們 原來是真的有用的 起碼我們看到他們 現在開始成長大過 我們是值得這樣做的 好 好 開工 是有的 不是說 即是他們進來禮營之街之後 他們的態度 會變得很不同 之前會罵人 會說一些小朋友 但他們回來後 學會了 有老師教他們 其實看他們的樣子 根本不覺得 以前是撿垃圾的 你不要以為 怎麼來過客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是真的疼他 或跟他們玩 他們會記得來過 我的名字 我叫他 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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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是上年來探望他 但沒想到今年 他看到我記得 我做了一個 他有點反應 即是反過來 他會感受到 被人愛有多好 所以他們都會愛人 他記得你 其實對我說 是一個很大的感動力 因為隔了一年 記得我是誰 他也會說過一個名字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經常跟顯霆說 其實上次就是 生命影響生命很重要 我真的很想繼續做多一點 因為 始終暫時 資源有限 他都暫時收留到 九十至百二個小朋友 其實在街上 還有三萬個小朋友 沒有說到 起碼三萬個小朋友 還需要幫助他們 但是 這條路難走 但我覺得有信心 一定要繼續下去 本身份 會否會 台北 不是 很緊張 會否會 很緊張 不要緊張 我們 會否會 要緊張 會否 會否 比她 會否 我們 一會兒 要緊張 和她 不要緊張 她 可以 很緊張 為什麼 太美了 謝謝 天暫在旁邊 我今天淡的半寒冷 而我發出 從長海過 天氣我的空 要好好照顧小弟妹 靠數條網 知道嗎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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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來到這裡體驗了之後 我不夠後悔 我覺得自己學多了東西 現在想起了 其實我在香港出生的 真的很好 加油 每一個人 我自己都是 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很開心 見到百多個小孩子 以前小時候在垃圾衣上 撿垃圾 現在可以坐在這裡 最少一堂 吃飯 上課堂 唱歌 我覺得很欣慰 是阿天 唱歌 跟他家約會 inosaur 愛自己 唱歌 唱歌 什麼歌 你唱歌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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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you, yeah Same you, yeah